栽天井有一种幸福叫迟早点 挑战栽天井迟早点 吃五点不充鸭 第三点吃点妈 大家好 我是姐姐 今儿个我来到了朱镜宝道这边 给大家去打卡一家 善鲜老豆腐 他家干了不少年了 味道挺不错的 早起带大家去看一看 带大家去尝一尝 就是这家店 整约在 他家把旁边也盘下来了 然后现在新家的这个羊汤 还有酱牛油 看一下他家的酱表 姐姐来一碗大碗的善鲜老豆腐 再来一个牛油灶饼 那个叫小的 十块是吧 对 嗯 倒上点水了 付好了姐姐 好嘞 谢谢 是大碗的那个老豆腐 好嘞 好嘞 谢谢 我点了一碗 大碗的善鲜老豆腐 哎 是四块 还点了一套小份的牛油灶饼 是六块 夹一块正好十块 有日子没吃他家老豆腐了 下点辣子油啊 咱 他家这善鲜老豆腐呢 是用这木耳 下鱼 水面筋 鸡蛋 打的炉 哎 哎呦 擀的还挺好 正好我这一拐 哎 看下鱼 我来的比较早 就得早来 答案了 就是打这炉呢 这个下鱼呢就是它垮的时候其实是随即的 有一定的概率 它并不是每碗都有 哇 这辣子还挺辣 麻将字挺浓的 他家这豆腐呢比之前水面软了一点 看下他家的牛哨饼啊 这量还可以啊 一会尝尝啊 哎 这响鱼的味儿也行 挺馅的 而且没有馅味 嗯 哇 又吃到一个 小伙伴们 太热了 我出来做了 好 可以 香料味稍微有点重 但是呢 不会掩盖这个牛肉的这个现象 其实我呢 一直耐穿肾杀衣服 就是黑杀啊 脏篮子一类的 也没显瘦 我比较胖 但是呢 就是穿前杀衣服呢 显得更精神 哈哈 好不容易穿前杀衣服 今儿还那么饿了 我得出汗 好吗 这汗弄在衣服上 好尴尬呀 哈哈 老豆吃完了 小伙伴们 我已经吃完了 挺好 不是素菜 就是太饿了 其实应该再来碗酱子 溜溜缝 对吧 得有仪式感 但是太饿了 我就不喝酱子了 他家老豆腐呢 哈儿老味道 现象失口 哎 我劲儿赶得好吃 到俩下人挺好 哈哈 然后牛哨饼也不错 整体来说 哎 挺不错的 您来觉得他们家的味道如何呢 挑战在天津 吃早点 15天不从业 第三天 我吃的是 算下老豆腐 就牛哨饼 明儿个早点吃点妈 如果您了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 点赞 收藏 转发 爱你哟棒棒大